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这个小宝宝是为了纪念最近去世的祖母Valerie而命名的 真是一个充满爱与感情的时刻 接着我们要聊聊It Ends With Us这部电影改编引发的巨大争议 这本由Colin Hoover撰写的小说 因为涉及家庭暴力 酗酒和心理疾病等沉重主题而备受批评 尽管她在市场上非常受欢迎 但缺乏内容警告和对虐待关系的描写 引发了不少争议 电影改编后的变动更是让粉丝和批评者们展开了激烈的辩论 最后我们来看看Apple TV Plus的新片The Instigators 这部由Matt Damon和Casey Affleck主演的抢劫电影 虽然充满了90年代中等预算电影的怀旧风 但却被批评为缺乏刺激和感觉仓促拼凑 这部电影是Apple TV Plus试图 重现深夜电视电影的努力之一 但结果似乎并不如人意 请大家继续收看详细内容 Yahoo US 报道 维恩布雷迪在他的Freeform真人秀节目 Wayne Brady The Family Remix 第三集中 首次将他的21岁女儿Mail Masako Brady 介绍给他的新生儿儿子Val Henry 布雷迪与前女友Tina的孩子Val 在节目首次与姐姐见面 尽管Mail之前对Tina和Val心存芥蒂 但当他抱起Val时 他的态度发生了变化 称其非常可爱 布雷迪坦言 自己对家庭成员的首次见面感到紧张 甚至失眠 他还透露 Tina在疫情期间意外怀孕 孩子的名字Val 是为了纪念布雷迪最近去世的祖母Valery 布雷迪希望Val知道自己被深爱 就像他对待Mail一样 布雷迪在2023年8月公开自己是泛性恋者 节目记录了他在处理各种关系中的新篇章 澳大利亚广播公司报道 柯林胡佛的小说 It Ends With Us 尽管封面和宣传看似浪漫 但实际上讲述的是伴侣暴力的跨代影响 书中涉及酗酒 精神疾病 强奸 自杀 自残等问题 尽管主题沉重 但在TikTok上获得了巨大反响 小说改编的电影 由布莱克·莱弗利和贾斯汀·巴尔多尼主演 但引发了广泛争议 胡佛被指责在没有任何内容警告的情况下 向读者呈现了极其黑暗的故事情节 甚至计划推出的涂色书也因被认为轻视严肃主题而取消 尽管一些读者认为 小说中的角色不必无可调剔或具有教育意义 但许多人认为 小说对虐待关系的描绘有害 并呼吁在类似作品中增加内容警告以保护读者 澳大利亚广播公司报道 苹果电视家的电影 The Instigators 由马特·达蒙和卡西·阿弗莱克主演 讲述了一场失败的抢劫 影片中达蒙和阿弗莱克饰演的酒色 Rory和Cobby是两个笨手笨脚的罪犯 被卷入一场高风险的抢劫 尽管有强大的配角阵容 包括迈克尔斯图尔巴格和阿尔弗雷德·莫里纳 影片的酒色和动机却显得单薄 影片的节奏过快 导致酒色和情节发展也不充分 导演道格里曼为那动作场面中 展现出他在Road House翻拍中展示的流畅动感 尽管影片有一些幽默时刻 但整体上缺乏连贯性和紧张感 苹果电视家似乎在试图重现十一罗汉的辉煌 但这些演员的魅力已不如当年 影片需要一种新的开始 Guardian 1998年雷蒙德·盖塔出版了《罗姆卢斯·我的父亲》 这本书源自他在父亲葬礼上的道词 引发了澳大利亚深刻的共鸣 正如海伦·加纳所写 这本书改变了这个国家的文学空气的质量 他讲述了盖塔在维多利亚州弗洛格莫尔的童年生活 他的父母在战后欧洲逃到这个孤立古老的土地上 雷蒙德的母亲克里斯蒂娜患有躁愈症 很快离开了儿子和丈夫 开始了与罗姆卢斯的朋友米特鲁的新生活 父子二人在贫困和痛苦中挣扎 忍受着将所有这些生活联系在一起的悲伤 演员理查德·罗克斯 宝在他姐姐给他一本《罗姆卢斯·我的父亲》时 立刻决定要改编它 最终 这部由埃里克·巴纳 弗兰卡·波腾特和十岁的 柯迪·斯密特·麦克菲主演的小项目 在2007年澳大利亚电影学院奖上横扫 赢得了最佳影片 最佳男演员和最佳年轻演员奖 The Independent 康奋中的新星亨特·谢弗 在一次新采访中表示 他不认为自己是一个变性人活动家 他只是一个出名的变性人 这位25岁的演员 因在HBO热门青少年剧集中 饰演朱尔斯而闻名 他在采访中谈到了自己的变性身份 谢弗在14岁时完成了变性手术 他之前曾表示 关于他变性身份的持续讨论 让他敢感到贬低和简化 他希望有一天 他和其他库尔级变性人 不再被性别或性取向定义 谢弗目前在《新恐怖片布谷》中 首次担任主角 并表示对拍摄《亢奋》第三季感到情绪复杂 因为联合主演安格斯·克劳德的去世 让整个剧组感到悲痛 The Toronto Star 维多利亚 司法部长宣布 杰西卡·贝格伦德 被任命为不列颠哥伦比亚省 独立调查办公室的 新任首席民事主任 接替退休的罗纳德·J.麦克唐纳 贝格伦德是一名律师 拥有21年在布列颠哥伦比亚省工商赔偿机构 WorkSafeBC的经验 曾担任多个法律和高级管理职位 包括职业健康和安全调查主任 他还曾担任理事满心理 健康组织Pathways Clubhouse 董事会主席 并在2006年至2012年期间 担任律师援助项目董事会成员 这一任命标志着布列颠哥伦比亚省警察监督机构的新领导班子正式成立 Yahoo US 报道 Ellen德杰尼勒斯在今年6月开启了他的最后一场单口喜剧巡演 Ellen's Last Stand Up 尽管德杰尼勒斯的妻子波西亚德罗西 Rossi非常支持他的事业 但他更喜欢两人一起在蒙特西托的家中度过时光 据消息人士透露 这对夫妇在蒙特西托过着宁静而充实的生活 德罗西在家中甚至拥有一个完整的马术设施 马术是他的终生热爱 德杰尼勒斯的巡演 涉及一些他职业生涯中最具争议的话题 包括艾伦秀 被指控存在有毒工作环境的事件 尽管这些指控对他的职业生涯造成了影响 但德杰尼勒斯在他的单口喜剧中坦言自己并不刻薄 只是要求高且有点急躁 他明确表示这次巡演结束后 他将彻底退出演艺圈 《独立报》报道 布莱克·莱弗利主演的新电影《Zewith Us》 因其包含的接吻和非裸露性爱场景 而被卡塔尔禁止上映 这部电影改编自科林胡佛的畅销小说 由贾斯汀·巴尔多尼·鲍豆尼指导 并与莱弗利共同主演 卡塔尔以其严格的审查制度而闻名 特别是在涉及到媒体内容时 此前卡塔尔还禁止了多部美国电影 如《芭比·蜘蛛侠平行宇宙》和《奇异博士2》 《疯狂多元宇宙》 尽管在纽约首映里上 莱弗利和巴尔多尼没有一起拍照 社交媒体上也传出 两人因创作分歧而不合的谣言 但巴尔多尼对莱弗利仍然表示高度赞赏 称他为一位全能的创意天才 根据Yahoo!US的报道 知名YouTuberKorix Kenshin 自2023年6月23日上传最后一部视频 反映午夜佛莱迪电影预告后 就再也没有更新过他的频道 这一长时间的缺席 引发了粉丝们的广泛关注和猜测 甚至有谣言称他已经去世 但这些谣言很快被证实为虚假 Korix Kenshin在过去的YouTube生涯中 曾多次休息 这次可能是一个更长的休息期 尽管他的粉丝们 不断在社交媒体上呼吁他回归 但目前尚无他重返平台的确切时间 Korix Kenshin的长期缺席 可能只是他在十多年YouTube生涯后的一个必要的长假 Yahoo US报道 Netflix的多部未发布动漫剧集 包括Arcane第二季和《终结者零号》等内容 在黑客入侵其后期制作合作伙伴后 泄露到了网上 Netflix发言人表示 公司正在积极采取行动删除这些泄露内容 据IGN报道 除了上述剧集外 其他泄露的内容还包括Dandadan 乱马一二 心跳停止第三季 Gentry Chow vs The Underworld 以及电影 浮游生物 电影和Spellbound 索尼旗下的Cruncherall流媒体服务也受到了影响 包括ReZero 据消息人士透露 被入侵的合作伙伴是位于加州博班客的媒体 本地化服务提供商IUNO IUNO在声明中表示 公司正在积极调查这一安全漏洞 以减轻潜在风险 并找出责任方 多伦多星报报道 资深CBC广播员斯科特·拉塞尔 将在巴黎奥运会闭幕式上 迎来他职业生涯的最后一次奥运报道 自1985年加入CBC以来 拉塞尔已经报道了17届奥运会 他回忆起1988年首尔奥运会上加拿大短跑运动员 本约翰逊因禁药事件引发的全国性调查 称其为职业生涯中的重要时刻之一 拉塞尔主持了CBC的Belle Paris Prime节目 并将在9月8号的巴黎残奥会报道中 完成最后一次广播 拉塞尔表示 他对奥运会和奥运选手怀有深深的敬意 认为奥运会是世界的希望之一 能够在逆境中将人们团结在一起 悉尼《陈风报》报道 布鲁克林艺术酒店在其运营的十几年里 一直有一个严格的规定 不接待体育迷 酒店老板马吉·福克表示 他的客人主要是对艺术感兴趣的人 福克曾是一名建筑师 景观设计师 大学讲师 动画师和电影制作人 他在2020年卖掉了酒店 并搬到了Castlemaine的Northern Arts Hotel 纪录片《感谢房间》 记录了布鲁克林艺术酒店最后的100天 并在墨尔本纪录片电影节上 获得了最佳墨尔本纪录片奖 福克和导演贝林达·劳埃德 共同制作了这部影片 福克表示 虽然他对酒店的关闭感到悲伤 但他并不怀念 因为他知道酒店已经不复存在 他现在在Castlemaine的新地方 举办音乐会和电影外 放映继续他的艺术交流梦想 Independent报道 知名演员华坚·菲尼克斯 在拍摄前夕突然退出了托德·海恩斯 即将指导的无标题同性恋爱电影 这一惊人决定让整个剧组措手不及 这部电影原定在墨西哥瓜达拉哈拉开拍 菲尼克斯不仅是主演 还与海恩斯和乔恩·雷蒙德·Raymond 共同撰写剧本 据综艺杂志报道 菲尼克斯因临时胆怯而退出 导致已经建好的场景和投资者的资金损失惨重 预计损失将超过七位数 这部电影本来计划展示一段 挑战观众的同性恋爱故事 并将被评为NC17级别 菲尼克斯接下来将回归 他奥斯卡获奖的角色小丑 而女生卡卡则将在 《小丑二重奏》中首次亮相 美联社报道 随着2024年总统选举的竞选活动进行 副总统卡玛拉里斯·卡玛拉·Harris 在媒体面前的亮相频率 成为了一个热议话题 尽管哈里斯经常与记者同机旅行 但他的竞选团队坚持这些对话 都是非公开的 哈里斯在一次公开露面中表示 他计划在月底前 接受一次深入的采访 相比之下 前总统唐纳德·特朗普 则频繁举行新闻发布会 并接受福克斯新闻等媒体的访问 现代竞选活动 更多地转向社交媒体和其他 直接与选民交流的方式 使得传统的记者采访 显得不再那么重要 哈里斯的竞选策略反映了这一趋势 尽管仍有一些选民 希望通过记者采访 来了解候选人 雅虎美国报道 知名演员迈克·英佩里奥利 虽然不会出现在白莲花大饭店 第三季中 他仍然会收看这部深受喜爱的 HBO黑色喜剧 英佩里奥利在第二剧中 饰演好莱坞制片人 多米尼克·迪格拉索 并因此获得2023年艾美奖 最佳男配奖提名 他对节目创作者 麦克·怀特赞誉有加 称其为天才 第三剧的演员阵容 包括纳塔莎·罗斯威尔 包括 莱斯利·比伯和帕克·波西等 英佩里奥利特别期待波西的表现 认为他非常适合这个节目 英佩里奥利目前正在为美国教父 五大家族担任旁白和执行制片人 这部纪录片深入探讨了黑手党的历史 从19世纪的西西里起源到现代 谢谢您的收看 上面播报的内容 是六度团队推荐的 全球专业媒体智库 政府机构和行业专家的最新报道 分析简报 更详细的内容 请大家去这些媒体智库的网站阅读 这些内容并不一定反映六度简报的立场 一不能作为任何决策的建议 六度团队由专业媒体人 学者 科学家组成独立新型媒体 大家可以根据自己的专业要求 订阅各种简报 网址是6dobrief.com 您在世界任何地方 都可以通过电邮收到六度简报 最维研道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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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